阿非得莫忘非得早餐 我是谈教楼 民国111年2022年2月14号星期一 今天很重要 今天今天是情人节 夕阳的情人节 好了不过不过情人节我也 我我除了好简单呢 就要祝天下有有情人 我也不能说忠诚眷属 如果你真的很有情诚眷属 那我也恭喜你 但是呃 呃成不了眷属也没有关系 当当下甜甜蜜蜜的比较重要 好不过今天星期一的时间 一周的开始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我挑了本书 那这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 有点点沉重啊 这书名呢叫做狼烟未尽啊 狼烟狼烟这两个字呢 在中文字里面呢 他他有他的特殊的含义啊 那个狼跟烟讲的是战火的意思 战火战争的战火 狼烟未尽啊 就是那个那个战战火还没有结束啊 那狼烟未尽 嗯 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的 一本的个人的传记 那他的人人生轨迹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的民国史的补遗 就是在正史之外呢 有一些的历史 他显然被忽略掉了 或者因为太个人 以至于没有人呢 去做口述历史的整理 好那呃 这本书的作者蔡蓉根 蔡蓉根很很特别 我说很特别 不是说他说很伟大了 而是他写了这本书 但是蔡蓉根呢 本本身呢 他其实是土木专业 他是成大土木系 中心大学土木研究所 台大的这个EMBA的商学研究所的硕士 以及台大的工学的博士 呃 之后呢 还拿到了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那不得了 就是说博博硕士的经验呢 这一看就知道是学霸 所以当他上节目呢 他发了他发了他的脸书通知之后呢 他的许多好好朋友都说 哎 这个叫蔡蓉根的 这个是我的好好朋友 他上你节目 我说对对对对 好那蔡蓉根本身呢 是是土木工程的专业 那其实他也是结构技师 土木技师那之后呢 呃除了除了除了参与了很多的 我估计在他的人生的 在他的专业领域 最辉煌的那个时候 也是台湾的公共工程的 纸漏层出不穷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很多属于工程界的 结构性的法令规章的改革 大概都是他们这一批的 就是说呃 这些的技师们深度投入之后 建立起来的 那呃长时间的关心的 公共工程的品质跟居住的安全 也协助政府呢 推动相关的法案呢 跟灾后的灾损的调查 2013年的时候呢 还得到了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员会颁发的 三等公共工程专业专业奖章 好的 这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呢 是蔡蓉根 那呃他为什么写了这本 狼烟未尽 这本书呢是莫言文化出版 来我们先先先不管书 来先介绍我们的来宾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这段时间很多很棒的来宾呢 我都只能够因为电台里面 有防疫管制 那所以所有的这些的访谈呢 我都只能够透过电话连线进行 因此在电话线的另外一端的 是这本书的作者蔡蓉根 蓉根就能在线上 长天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而且今年 因为元宵节还没有过 元宵节是明天 所以现在呢 还在呢 还在过年期间 新年快乐 对 也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好吧 那我刚刚呢 跟这个 跟蔡蓉根呢 在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的时候呢 我跟他小聊了一下 因为 因为我过去在新闻线上的时候呢 其实我 我自己是 是个性上面的 是有点new的 那我 我并没有像一般的媒体记者一样呢 很热衷于政治新闻 虽然我自己是政治本科 是国际政治本科 台大政治系 可是我在跑新闻的时候呢 我其实最有兴趣的呢 是 是经济部 经建会 那 除了经济部 经建会之外呢 我特别跟报社说 有一些大家不太关心的新闻路线了 请你 请你给我 给我跑 我愿意把它当做是我的主跑路线 那 那 报社就问我说 你还有 你还有什么路线要 因为那个跟报社的传统的作业模式不一样 我 我说 我想要跑营建署 他们就就很好奇说 你为什么想要跑营建署呢 我说营建署里面有五花八门啊 他有他有他要管国家公园 他管营建 营建法规 他管国 国宅 管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很技术 很专业的东西啊 我不懂啊 我不懂 跑新闻就是要学 学东西 那报社就好吧 那 那就 那就把营建署这条线呢 也交给我 从内政部里面呢 就画出来 所以呢 我就是经济部跟营建署 那营建署呢 接下去呢 就有很多 那个时候农工处 那个时候的中华工程 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的就是呢 省营的唐融 这些呢 呃 工营的这些呢 营造 营造单位呢 都还非常的强势 那民间的营造 公共工程呢 那个时候呢 都是在大力推动的时候 所以 也 也对公共工程呢 算是有一点点的认识 好 不过蔡荣根呢 虽然在这方面是专 是专业啊 我 我 我先问问题 就是说 那 你没有 你没有写你专业的书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写了这本 狼烟未尽呢 那个 回写这本书 我自己也感觉 感觉非常的 有点意外啊 呃 大概从 2015年开始 那时候 那时候我年满60岁 年龄大了啊 都喜欢一些 回忆一些往事 刚好有脸书啊 可以刷存在感 是 我就在 在脸书写一些 我童年的回忆 嗯 结果没想到引起很大的回响 嗯 脸书真的很厉害 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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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多的朋友 在我的脸书留言 甚至是国外的很多朋友 会啊 东南亚 欧美都有 嗯 他说 我写的东西 他们很喜欢看 嗯 他们感觉就说 看过我的文章 就好像在看一部 纸上电影一样 嗯 带他们的进入时光隧道 所以里面写的是我的童年 嗯 可是把它换个他们的 换个场景就变成他们自己的童年 嗯 他们都鼓励我继续来写 后来我想说 我的人生滑善可参 在写的也没有什么好写 我就开始 开始想说 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写 嗯 那我就想到 我高中的一位国文老师 嗯 一个我非常怀念的国文老师 叫刘晃老师 嗯 嗯 他是广西人 他教我国文 高三的时候教我国文 那时候他年纪已经蛮大了 嗯 一个人非常温文如雅的 很认真的一个老师 上课不讲会话 嗯 就是一上课就开始写黑板 黑板 黑板写 那个版字写得非常的漂亮 嗯 学问非常的好 啊 那上完课的话 他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一点 就是他一定要把 自己亲自把黑板上的一个 手写的密麻麻的 把他擦了一干二净才离开教室 那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那直日生要要干嘛呢 他自己都做完了 那直日生要干什么 直日生不是要做这些事吗 因为我现在回头以后 那时候不懂 嗯 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 文字域的时代 对对对对 他很怕版书上面的东西被拿来做文章 没错没错 后来特别一点是他是广西人 嗯 贵系 贵系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 就是我都要传言啊 嗯 说他以前在大陆是一位将军 嗯 他曾经干过武汉地区的警备实验是一位中将 嗯 他是贵系 对 那时候贵系在我们历史课本反正就是 就是获国要名的嘛 嗯 然后 大家问他 老师 他的同事问他 我们学生问他 他从来不承认 嗯 有时候在 在相关的一个 一个图书馆上 会看到他的名字 嗯 他说这是同名 不是他 他永远不承认 啊 可是我们都知道是他 嗯 可是从他 这个非常 文文如雅非常有学问 你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一个会打仗的将军 嗯 那这 那后来我 我是 他们俩 我非常的怀恋他 嗯 然后我就想写他的故事 因为大家在鼓励嘛 我就写一些故事 那我就上穷毕落校王 你从图书堆里面 啊 有些人有网络 两岸三地的网络 到处去搜寻 搜寻他的资料 其实资料非常的有限 嗯 非常有限 那我 可是意外也让我进入一个 就是说 一个 一个 这个整个民国史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 发掘一些 以前 课本上没有教的 不为人知的民国史真相 那我就把他的一个故事 放在一个一个民国史 这个民国史是我后来 我整理出来的一个 我认为真正的民国史 这写的民国剪影 从刘宝老师的龙马生涯 探索民国史的真相 那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也是引起很大的回想 那脸书真的很好玩 就有不认识的朋友告诉我说 刘宝他的遗骸 是放在新店的中灵堂 是一个联勤管理的单位 货币 这样叫货币 那我因为这样 就找到刘宝的女儿 刘纪女士 还好刘纪女士 他有保留 刘宝在 从北华抗战 国共战争 所有润观念 润观念 还有些照片 还有他自己写了一些 简单的自传 那我在比对相关的战事 大家知道民国的战事 是非常复杂的 我在割勒出来 把他写了另外一篇文章 叫做 叫做随料昌州老 因为我说他后来到金门 来教书 那路有一首诗 就是心在天生 生老昌州 像刘宝老师 他是转正大江南北 他怎么会想到 到最后到金门来教书呢 所以我把这句话 改为随料昌州老 就写他在抗战 和国共战争的一些事迹 那这篇文章 就有非常比较详细 完整的资料考证 那我赫然发现我们刘宝老师 原来是不但是贵戏 而只是贵戏最重要的主力 就是国民革命 第七军最重要 一七一师的师党 而且在国共内战的初期 国共内战初期 国民党都是打赢的 并不知道后来兵败如山倒 在内战的初期 他是几乎都是公无不克 而且有一个很特别一点 他还跟那个 他还跟那个 那个张宁府 张宁府 张宁府是 是我们蒋公啊 老蒋的爱将 跟张宁府联手 联手就是说 在苏北 就是说 就是说 华东的共军的基地 整个被他们两个给 就是打下来 打下来 后来他就一路就跟着张宁府 那个打了联水 就攻破两水城 往那个 那个山东北部 那个蒙奇山基 一打了 一直到 1947年5月 5月16日 张宁府 就是说 在孟能顾 被违监离以后 为止 在之前都打肾脏 所以很厉害的 没想到 一个温文儒雅的老师 竟然是 是一个 简直是一个汉匠 后来我把他写出来 由他女儿 刘继理事 刘继理事 非常崇拜的 崇拜他的父亲 他说 那以前有听说过一些 他父亲非常爱国 他说 他父亲虽然到台湾来 很不如意 以前被解除 禁止了 不得已去教书 还有一点 就是刘绛老师 为什么能够去教书 因为他在投稿 金教之前 他是广西第二十万学校 毕业 他有这个协力 所以到金门来教书 他说 你把我父亲写的 喜喜如深 就是真正的他 他说 他的父亲 就像神鬼正师一样 可是在教我们 当我们老师的时候 你绝对是看不出来 好 在我们线上的 蔡荣根先生 荣根兄写的这本书 狼烟未尽 虽然像他讲的 他是白头宫女化当年 60岁之后 觉得开始有很多的回忆 觉得应该 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当中 有一些未解之谜 做了一些的追索 之后把它整理 那里面 当然最重要的部分 是这位 刘仿 他的高中老师 你听蔡荣根讲 这一段的时候 那蔡荣 就是说 刘仿简直是隐性埋名 在金门 就准备在金门中老 那把他的前半生 他也不提 他也不说 这种的故事 因为很传奇 也然是电影 或者是小说里面的情节 但是当他活生生的 出现在 一个教室 一个课堂里面 学生们都认为 这个老师气宇非凡 这个老师的背景 非比寻常 隐隐约约知道 但这老师绝口不提 这种的故事 那并不是这么多 不过在白色恐怖的时代 里面来讲 这种前半生 半生戎马 攻在党国 但是后半生 隐性埋名的人 尤其是跟蒋介石 作对的 这些的军系的将领 他们在 在中国国民党 在蒋介石所掌控的 中华民国政史当中来讲 他们是没有办法 得到一个正确的 客观评价的 蔡荣根似乎是在做 这件事情 好 那你刚听到蔡荣根的讲话 如果你会觉得 蔡荣根讲话 有点口音啊 年纪跟唐湘龙差不多 但是有点口音 他是金门人 他是在金门出身长大的 好了 进广告 回头做继续访问蔡荣根 费地摸网 费地早餐 我是唐湘龙 今天星期一的时间 我访问蔡荣根 蔡荣根 很多认识他的人呢 是因为他的土木技师 结构技师的技师的身份 他是工程的专业 在圈子里面来讲呢 当然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了 也都知道他是前辈 好 蔡荣根呢 在写了这本 狼烟未尽的时候呢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一些比较小品的书写 在他的脸书上面 但是写着写着 这个是脸书本身的影响力啊 他会把许多呢 不知不觉呢 有关的人呢 就会连接在一起 因为他的演算法 会主动的去帮你找到很多 对相同议题呢 有感觉有关心 曾经陈述过的人 好 那蔡荣根在写什么呢 蔡荣根他的书里面呢 除了他自己的成长的经历之外 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轴线呢 他在做民国史的补仪 这个补仪就是从民国史 从两讲的两讲的角度来讲 那有许多的成王败寇的历史当中 即使在国共内战当中呢 那蔡介石是败的 可是呢 在在国民革命军的系统里面来讲 蔡介石是王是圣者 那许多的像是 尤其在国民革命军的军系里面来讲呢 除了北方的军阀系之外 南方的最重要的就是贵系了 那贵系呢 其实曾经的丰功伟业 曾经的战将如云 名将如云 不管是陆军啊海军啊都一样啊 可是到了台湾之后 这些都沉默了 那他从他的一个高中老师 我想做一个高中生 我可以想见在课堂上面 那看着老师呢 写版书话也不多 尤其写完了版书之后 上完课之后 学生问的问题 有关于个人的 他几乎绝口不提 那传闻当中呢 这个老老师的背景显赫 这老师呢 也从不证实 这个呢 刘房老师 那终于知道呢 他确实是呢 贵系里面的核心的将领 而且是呢 是国民革命军里面的名将 好那这样的一个老师 当当自己呢 已经也也到了冒蝶之年 老师呢 也已经做古了 可是回想自己的高中时代 原来原来站在自己面前 在教自己国文的 是一个民国史上面的名将 我想那种异样的感 感觉在进到时光隧道的感觉 那个蔡荣根的感受呢 我能够体会 因为我在我虽然没有 没有像蔡荣根碰到 这么传奇的老师啊 不过我的我的我的国高中的老 我的我的国中 我的高中或者大学的老师 有许多呢 也都是有有大陆的 这种的大大江南北的背景的 好那但是蔡荣根呢 自己1955年生 1955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191955年就是韩战刚结束 中美协防条约刚签订的第二年 那但是1958年呢 就就发生了金门炮战 换了金门炮战发生的时候呢 蔡荣根才三四岁而已 那个时候呢 他还在金门 好在我们线上的呢 狼言未尽 那这本书呢 莫言文化出版 作者呢 蔡荣根 荣根兄 你在线上啊 你能够 你1955年生 你能够你能够回忆一下 如果你还你还有记忆的话 那个那个年代的金门 第一个我坦白讲 我想那个时候 金门到底最后会归谁 可能金门人自己都不太有有把握 因为中美协防条约 可没有说要协防金门麻祚 那1958年的金门炮战 你有记忆吗 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你的印象是什么 那个 八三八三就是 1958年 我是三岁 那还有一个模糊的记忆 就是跟大人躲在 环空洞里面的一个记忆 环空洞里面 非常的挤 外面 去去去去去 这种非常模糊的 还是有人 那其实对这个 这个在有关在金门那个阶段 我是1955年生 其实在1954年就发生了 九三炮战 对 那我听我妈妈说 九三炮战的时候 每到下午的时候 他就必须到村庄外面 去 去 洞豪里面 那边 那时候 还没有真的 到洞豪里面去躲 因为到 到那个 班团的时候 从那个大陆 往西干 金门看得很清楚 那时候还没有这么进步 都要用目视 就开始炮击 在九三炮击 那时候刚刚寒淡结束 寒淡结束 那个毛泽东为了阻止 中美尽力协防疗业 就炮击 那 那 有一次 我妈妈 走完炮击回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我妈妈 肚子里面 我1955年生 那时候在两三个月 一回去 看到她的梳妆台 她的床部被炸的粉碎 如果 如果 如果在房间里面 我妈妈没有了 我也没有了 也不会有狼烟 会进这本书呢 哈哈哈哈 所以说在 在梳妆里面 就开始 开始有 那个 就 就 就 堵炮弹 那到 后来到 1948年 1948年 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 八三炮弹之前 订定中美 希望条约 中美 希望条约是 19 就是说 九三炮弹 那一年的 十二月订了 那个美国人 一直要我们 从金马撤队 外打 那时候不止金门马祖 还有 桌山青岛 还有大城 后来不是大城岛 在1955年 撤队了吗 对 他 美国认为你金马 根本守不住 要金门马祖也撤队 那我们 老蒋总统 坚持不同意 就是因为这样 后来 八二三炮弹 毛泽东也 捷悟了 你如果把金门马祖 拿下来以后 那两岸之间 本来是 几个海里的 几百海里的几率 越来越远了 所以毛泽东 就到最后 就是他 那个中共 就来个双打 就单打 双不打 那这个一直到 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回金门做事那一年 才因为 因为中美建交才停止 所以在台湾本岛 大概七十年 来都没有那种 战火的一个 一个威胁的感觉 那对我来讲 我只是三十年前 我整个金门还是战地 好 当然 从一个战地开始的人生 然后 在高中时候 在课堂上面呢 看到呢 这样一个 一个流芳的 这位老师 好 我们 您刚 您刚提到了 提到了这位的老师 他有非常显赫的背景 你能够 你能够去捕捉一下 就是说 那他为什么 需要隐姓埋名 在金门 对自己的前半生的 显赫的历史 绝口不提吗 他到底是有 内心是有怎么样的 政治压力 可以这样说 我因为 就是说 那个研究 刘瓶老师的过气 因此就是说 可以说挖腿出一些 我们课本上 从来没有 不提的民国史的真相 而且 而且这一部分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我们独立民国史以后 那袁世凯 确实要称帝被推荒 以后是北洋 北洋精华 获国样名 就是国父 然后就是蒋公 其他都没有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以清朝 就是说清朝 灭亡以后 到中共 到1949年 这段时间 经过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对立抗战 大家都知道 可是在这段时间 在整个大陆 是勤凶 并利 有点像 长朝末年的五代思国 而五代时宫 我回顾了一下历史 它大概是53年的时间 对的 那我们这一段 如果到1949年 大陆 中共占据整个大陆的时间 就38年 比它还短 可是如果说 今天楼冠中 再次来写这段 简直是比三国演义 还精彩 那这里面 所以你现在 如果说 看这些 两岸三地的民国 是非常复杂 简直是无从整理起 就太复杂了 因为 因为是群穷病例 有这么多的 被称为 金华的一个 各地挣钱 其实 那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系 就是贵系 贵就是广西 其实广西的话 广西贵系的 曾经 几乎是跟我们的 蒋公 结起的时间是差不多 甚至还更早 因为 对 因为在 在 那个 袁世凯死后 那 北洋 金华 就是有 有这 晚戏 直戏 后戏 我觉得那时候 列强 列强承认的 中国政府 是 是那个 是北洋 政府 是那个 北京的 政府 那时候的国际 是武社区 也不是青天白日 是 那所以 就是各系的 金华 就轮流的 蒸起北京的 控制权 谁控制着北京 谁就是国家的 主人就可以 跟列强定条 也可以跟列强定 列权 扩充金卑 那 那国户是 索无寸的 他就跑到广东来 到广州 他成立 金政府 可是他们没有 没有任何的 支援 没有部队 所以 可是那时候 那个南方 也很多 很多各地 也很多 那个各地挣钱 除了广东 自己有广东的 月金 贵金 云南的 那个田金 田金 贵州都有 那这些 北方的金华 都争夺北京的控制权 南方的金华 大家都要 想控制 国户的金政府 广州 广州 国户是很可怜的 所以后来 不是跟 跟那个 陈久明翻脸了吗 国户是想要 统一中国 陈久明想要 当广东王 中三件事 所以 这时候 刚好在 19 1917年 俄国列宁政府 他们就革命成功 那个俄国政府 就对国户 深入感染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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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他愿意 放弃对中国的 一个 一个不平等条约 而到最后 给他 还有一个 金钱的资源 但是派 派那个 顾问 给他 派给武器 让他建立了 黄埔金像 没错 后来就说 我们 蒋介石 蒋公就当了 黄埔金像 校长 他就这样 起家 可是这是 1924年的事 好 因为贵戏 在南方的 军系里面 来讲 不只是 最大的一支 而且是 名将如云 除了白崇璇之外 您刚提到的 你的高中老师 刘芳 这些 都是 在历史当中 其实 因为 陈王败寇 他们没有被 当作正史当中的 主要角色处理 好 当我看到你这本 狼言未尽的时候 我当然就会想到 这个白先用老师 因为白先用老师 他 他 他最近这几年 他都努力的在 在为他自己的父亲 白重洗 那在为 为 对 对 为白 白重洗 寻找一个正确的 历史定位 从一个 从一个贵系 从一个 就是说 白家的观点 在 在调整 那种高度的 政治化的 民国史的 历史的视角 就是国民党版的 国民革命军版的 这样一个 历史的视角 我只能呼吁 我们的 我们的所有的听众 就是说历史 历史学 是非常需要 怀疑论的 换句话说 你不要对于 你所读的历史 尤其是历史课本 里面的历史 太轻易的 就是说 相信 我不是说都不信 我是说 你要抱持的怀疑论 抱持的批判性的观点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 比较容易 接触到真正的历史的史料 在我们线上的蔡荣根 好 那这本狼烟未尽 他的作品 从 去年底上市之后 在伯克莱的排行榜 那一直 一直都在榜上 那莫言文化出版 我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蔡荣根 荣根兄聊 请稍等 好 飞的魔王 飞的早餐 我是谭教龙 来今天星期一的时间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我挑的这本书 叫狼烟未尽 狼烟就是战火的意思 狼烟未尽 当然它有两个含义 一个就是战火 还没有结束 战争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个就是呢 有关于那种民国史上面 可以说 可以说始终都没有 真正的平息下来的 不管是军阀之间的 国共之间的征战 更不要说呢 这个都要八年抗战 好 那这个战火呢 其实所留下来的 历史的评价跟理解 还没有到一个 盖棺论定的时候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蔡荣根 我刚特别请他 介绍了一下 他1955年出生在金门 是道道道地地的金门人 所以你听他在说话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的 跟我的好朋友 董志生一样的口音 金门呢 是讲闽南话的 但是他们讲闽南话 也许叫他讲闽南话呢 大家可能会听起来 会更溜 跟董志生一样 好 那狼烟未尽的出版呢 这是莫言文化出版 我去请蔡荣根 蔡荣根这本书的作者 因为他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从让他好奇的 那个高中老师的背影谈起 那个老师是民国史上面的名将 是国民革命军里面的名将 参与过非常多的重大的战役 那他是桂系的将领 桂系当然最有名的李中仁 白崇系呢 可是桂系呢 在国共内战 当整个大陆沦陷 那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 呃 蒋介石呢 在在在就说呢 呃 退位之后 李中仁呢 短暂的 短暂的代表了国民政府 但是之后李中仁算也写了回忆录 李中仁呢 就是流亡海海外 但是像是白崇系 大部分的桂系呢 还是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 那蔡荣跟在讲的重点 似乎是说 在民国史上面 桂系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 是吗 是的 嗯 那个在在整个民国史里面 其实桂系是 是正宫标评的 嗯 不管从北华到抗战 到国共内战的 这个桂系是 他的战功是不容忽略的 嗯 尤其是 大家熟知的台尔庄 台尔庄大学 啊 那简直是抗战 一开始的第一个胜章 嗯 那那就是李中仁白总统 桂系他 他就说 他指挥在杂牌心 这个撑出来了 嗯 那可是桂系是 也是我们 蒋先最最畏纪的 最最最最在乎的一个派系 因为在那时候我们蒋先 其实你如果研究 这个民国史 他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 嗯 后来就是说 在整个抗战刚刚完的时候 抗战的时候 他是国家的最高 领袖啊 嗯 其实那时候国家 国家的元首并不是他 是林森 是 可是他是委员长 嗯 真正领导抗战 嗯 抗战的 这个人 枪杆子出政权 对 对 所以抗战一完了 他马上啊 跟共产党面临 就是接收 接收战 嗯 这时候 就是说 这都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嗯 都知道到习棒会战的时候 兵败庐山岛 嗯 到习棒会战的时候 嗯 那个我们蒋先生手上的五大主力 全军覆没 嗯 他手上没有部队了 嗯 没有部队 这时候白崇喜在华中 啊 他还有贵旗的部队在 那这时候 就是说美国人对我们蒋先生也不信任 嗯 所以美国人也想要用李宗仁啊 嗯 来取代我们蒋先生 这对引力奖非常忌讳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有着白崇喜 他后来不是 后来 蒋先生下野了嘛 嗯 下野白 那个李宗仁就 就代理总统 那在后来 撕掉大陆 就在在我们历史上 历史上 把所有的问题 都把它 就是说 归咎以贵旗 贵旗简直是罪魁会所 没错 那我另外一篇文章 我因为呢 我写了一篇文章 讲这时 为什么会丢失 丢失大陆 这样呢 这篇文章 也在狼烟灰镜里面 其实这篇文章在 红传媒 有 有 有 这篇文章 引起非常广大的文章 有三十几万人 点页 所以 这篇 大家 去看这篇文章 就可以了解 他 其实 大陆会丢 丢掉的话 讲现在 自己要付最大的责任 我这篇 这个书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 我以前 进门的老长官 我在进门 做过一次嘛 他们都是一些老将 九十岁的将军 他们看了以后说 龙根啊 你讲的这类事啊 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 那 可是我们不方便讲 你把它写出来了 他们也 也有 也有九十岁的上将 也写了读后感 非常肯定我这本书 那我特别讲一架 就贵戏 刚才讲到白仙用老师啊 这几年都写了很多 他父亲 那个白崇喜将军 为他父亲的历史定位 做了很多努力 我看了很多书 我这本书可以说 除了 因为白仙人再怎么样 他是白崇喜的儿子嘛 对不对 我这本书大概是 除了白仙人之外 我最贵戏给他最公盈的 评价的一本书 可能也是因为 我对我老师的感情 我说这个老师 明明这么棒的老师 怎么会获国样名呢 所以说我这就一个 真正的历史来 是这样 好 当然书的书的内容呢 很多 他 这种的书写的方式 其实很适合 像我们这一代人 包括蔡荣根 因为 因为我们刚好是在 一个 一个大历史的 转折阶段时候呢 出生成长的一代 所以 我们 我们看到了上一代 我们也看到了下一代 那下一代 下一代不懂的 当代一代之间 本来 本来就会有一些的隔阂 可是因为我们 刚好是成先起后的 就像你会 你会看到那个 很神秘的高中老师的背影 这是年轻的时代呢 所看不到的 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历史的秘密 如果没有经过 蔡荣根 这样书写根 跟整理 他就被淹没了 历史就定调了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就片断了 那个应该在 不一处友谊的地方的 那种的怀疑 一旦消失了之后 历史的真实感 反而就变得更脆弱了 好 这本狼烟未尽 好书 大家呢 有兴趣的 自己呢 找来看 这是莫言文化出版 作者呢 蔡荣根 刚呢 我们透过电话 连线的访问 感谢 今天呢 透过电话 连线 把这本书的精华 先简单介绍 给大家的蔡荣根 荣根兄 谢谢 谢谢 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进广告回头之后新闻